大家好,歡迎收看我的頻道,我是雲中龍 今天繼續講解如何組裝 現在只剩下兩種屬性 今天我們講甚麼呢? 我們講一下... 等一下... 我們今天講速吧 速隊 這裡就是一樣 我也會講一下我有甚麼卡牌 從而因應我這裡的卡牌就去組裝 這裡是我擁有的速屬性卡牌 我們先看看 第一張 魔格之王丹布 Leadar技是速屬性的攻擊力提升40% 必殺技是有令對方下降攻擊力的效果 隱藏技能就是每到他的時候 他一發動的時候就會加自身攻擊力25% 是一種攻擊的卡牌 這一張 升了之後 都應該可以的 可以做一個盡攻型的卡牌 但是現在的卡牌越出越多 所以這張都變得沒甚麼特別了 C路 在C路遊戲的Z-Hard 就打回來的卡牌 這張還可以進行D醒覺 變成完全體 到時威力會更加厲害 Leadar技是HP 攻擊力 防守力 全部加20% 在速屬性的卡牌 絕招魔伴光殺炮 就會令對方的防禦力下降 隱藏技能就是 全對敵人全部減8%的攻擊力 是一張助攻型的卡牌 如果進行D醒覺 變成完全體C路 就會變成龜波起攻 就可以加了2500攻擊力 就變成一張主力進攻的卡牌 這張我都打算進化到D醒覺 但還是想插滿他的技能 才進行D醒覺 等C路遊戲復刻的時候 我想我都會插滿他 這張還可以的 天章犯牌球拳 這隻Leadar技沒什麼特別的 加15% 唯獨特別是隱藏技能 全隊的HP 全隊的攻擊力和防禦力加10% 類似神魔混合體 那張技術性敵字魔童 一個助攻型的卡 但沒什麼特別的 最新的這張 剛剛可以進行D醒覺的敵比達 我已經進行D醒覺了 Leadar技就是 速屬性和技屬性的卡牌 兩種屬性 都會加氣力3 那麼隱藏的必殺技 本身由第10個level 現在可以到15了 隱藏技能 當氣力到6以上 再提升40%的攻擊力 這張就會變成一張Leadar 再加上可以瞬間提升攻擊力的一張卡牌 這張已經D醒覺了 但還可以進行Z醒覺 我認為進行Z醒覺的威力 都會相對應提高 這張用來做Leadar 就絕對是好的 影者戰士 這個手裡的劍 有封必殺技的效果 隱藏技能 自身的攻擊力會加5 純粹是一張防守的卡牌 可以封人必殺技 如果說封必殺技 其實也很少卡 這張也可以封一封人的必殺技 如果是日出必殺技 而攻擊力有更高的話 印章人十八號 純粹是一張防守的卡 因為隱藏技能 就是會減三成的傷害 純粹防守 神比達 是我一張主力進攻的卡 隱藏技能 當發動必殺技 攻擊力和防禦力 瞬間提升60% 這張是一張瞬間提升攻擊力和防禦力的卡牌 在我速屬性的隊伍來說 這張是一張主力進攻的卡 都是比達 Leader技能 速、力、體、HP和攻擊力加30% 但這不太特別 最特別是隱藏技能 速、體、氣、力、二 而且會減少超級戰士路的無限再生效果 不要看它後面 看它前面 其實如果加氣力2的話 這張已經是絕對可以擔任一個助攻的卡牌 所以 在我的隊伍來說 我都很喜歡用這張 維斯是一張非常好的卡 Leader技能 速屬性的HP和防禦力加50% 即加一半 必殺技能 有氣絕的效果 而隱藏技能 就是HP一度低過30% 它就會幫我們回復一次 回復全滿血一次 以這三種技能來說 維斯三種技能都非常棒 又可以做助攻 又可以做攻擊 所以這張 我覺得也是非常棒的卡牌 這是一張超級棒的卡牌 因為它隱藏技能 就是把彩虹珠變成速屬性的珠 以及可以克制暴走 這張是一張完全可以擔任助攻擊的卡牌 因為它可以把彩虹珠變成速屬性的珠 所以我們斷珠的機會就會少 所以這張也很棒 巴達克 這個隱藏技能就是 發動必殺技能 提升50%的攻擊力 即是提升一半 我估計一半 加起來大概有7500 我估計 7500的話 都算是高攻的 如果這張來說 因為它還有超級殺人的技能 殺人又加多7000 加7800 不是7000 如果沒有記錯 是700的攻擊力 所以其實巴達克 都算是一張高攻的卡 到了拉格斯 Leader技沒有什麼特別 純粹令敵人的攻擊力下降 必殺技能令對方的防禦力下降 隱藏技能就是 HP在50%以上 加氣力2 又是一張絕對可以擔任 做一個助攻的一張卡 因為HP在50%加2 就是一張很棒的卡 其實基本上 都在拉格斯 這張是沒有什麼特別的一張卡 隱藏技能就是 當它發動攻擊的時候 第一回合就會加氣力2 和500的攻擊力 所以是沒有什麼特別的一張卡 技能方面 都沒有什麼太突出 但是就算是珍藏 紅天 都是一張珍藏的卡 隱藏技能就是 全隊加500的攻擊力 加500其實是很少 所以是一張珍藏 放在雪櫃的一張雪藏卡 尼路 尼路的隱藏技能就是 將力屬性的敵人的攻擊力減20% 這張是OK的 如果提速屬性的話 是可以助攻幫忙 減低敵人的攻擊力 從而令到我們有一個 防守力提高的一張卡 GT悟空 是一張攻擊型的卡 隱藏技能就是 當倒氣的時候 就會加40%的攻擊力 這張是超級高攻的一張卡 未進行完UR聖角 進行完UR聖角 再加40%的話 我想座底都達到一萬 這張是超厲害的一張卡 五天格 Leader技能就是 氣力加2 這個技能很好 一張技能就是 當拿一個氣玉 氣玉的意思就是 任何屬性的玉 拿一個氣玉的時候 就會加10%的攻擊力 一張 主力進攻的卡 這張也是 總括來說 這張是一張高攻的卡 因為未進行UR聖角 也有6000的話 是厲害的 我估計這張也有9000 應該是8000至9000的攻擊力 如果升滿了之後 這張是 在Twitter那邊 去登入 不到20萬的 點擊 送的一張卡 這張技能就是 全屬性加2張的攻擊力 這張技能就是 每拿一個氣玉 也是一樣 這張技能就是 全屬性加4 只不過這張加7% 也是一張高攻的卡 但我還沒時間 醒覺 到76 就放了 沒什麼特別的卡 純粹是 Leader的氣力加2 狼牙樹風拳 可以加對方的防守力 隱藏技能就是 全屬性加4 全屬性加4 有機率 不一定可以 所以這張總括 都是一張雪藏卡 解成 拿回來的 悟空仔 Leader技能就是 全屬性加4 攻擊力10% 隱藏技能就是 當他進攻的時候 會加1個 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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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夠 1個 蝦樂 不 所有東西都可以完全無視別人的防禦力 不過其實沒什麼都是多餘的 如果是用這張 不如用那隻飛利的第二型態 未就更加好 飛利第二型態是無視敵人的防禦力 就打過去的 不如用那張未就更好 好 利特仔 打回來的一張卡 Leader 即是速速性的 HP 攻擊力加30% 隱藏技能就是發動攻擊力時提高40%的攻擊力 算是一張瞬間提升攻擊力的卡牌 這張都暫時未有特別之處 陶伯伯 一張氣絕的卡助攻擊 絕招陶 陶伯可以令到對方有氣絕的效果 隱藏技能就是 都是令到對方有氣絕的效果 純粹是一張氣絕的卡 不過兩者加起來都氣絕率不高 所以就變得沒什麼特別的一張卡 又是打回來的天津犯 這張天津犯純粹是一張氣絕的卡 隱藏技能 沒什麼特別的 放高安 放高安就是一張助攻的卡 當 HP 達到50%以上的時候 全隊都加10%的攻擊力 看技能就好像很厲害 不過其實這張就沒什麼特別的 因為現在的卡有很多都去取擠它 它加得10%其實就不是加得很多 所以沒什麼特別的 這個是最強對最強的戰隊的BOSS 那我不知道它叫什麼名字 隱藏技能就是加氣力1 加得氣力1就沒什麼特別的 所以都是雪藏等的卡 惡魔 這張挺有趣的 這張 這個Leader技就是 HP在30%以下的時候 加攻擊力25% 那BOSS的惡魔攻線 就只要發動了的時候 就有一個超低的確認率 可以令到威力大爆炸起來 我在網上見過一條影片 有人用這隻惡魔打到人家裡 可以打到100多萬的攻擊力 即是一招Q了 但是那個機率是超低的 比利麗雪藏的一張卡 純粹是一張助攻的卡 那就是隱藏技能力屬性的敵人 攻擊力減20% 所以其實這張沒有什麼特別 這張悟空是剛剛抽回來的 那沒有什麼特別 純粹是瞬間提升攻擊型的卡 不過也不是太高攻 那麼隱藏技能就是 氣力去到5的時候 就加25%的攻擊力 沒有什麼特別的 這一張 泰國拳王 純粹是一張沒有特別的卡 因為都是剛開始攻擊時才加120% 比盡你加120%的攻擊力都不放高 所以沒什麼特別 倒拉格斯 那隱藏技能就是 又是加25%的攻擊力 其實這張不太好看 這張不太好看 所以就沒什麼突出 所以就沒什麼提升 一張輸完範 這張可以進行DR 醒覺 不過這隱藏技能還未儲齊 所以暫時是這個版本 那隱藏技能就是HP在50%以上的時候 就加1800的攻擊力 我不知道它如果醒覺完之後 會有多高攻 那如果醒覺完之後 升爆了 也有6000的話 其實1500加下去 1800加下去 其實都幾多下的 暫時這張如果我有時間的話 我都會想一下 升爆去看看 不過現在真的沒時間 太多卡要升 無限純粹是一張登藏的卡 雪藏的 那隱藏技能就是 全隊的防禦力加1000 那沒什麼特別的一張卡 怪獸 看它有趣 所以放在這裡 沒有特別 隱藏技能就全隊 再加500攻擊力 加500其實沒用 我想要那張 除了三個女人的那個 有沒有呢 看一下 這隊就是我的速屬性隊伍 那現在在我這些卡牌來說 那我平時會怎樣去砌 一隊速屬性的隊伍呢 我們儘管看看 這一隊 就是我平時 現在我最常用的隊伍 而最新的比達 做Leader 加氣力3 發動必殺 氣力去到5的時候 就有提升攻擊力的效果 那旁邊那隻 超級殺人比達 就可以加氣力2 主要 下面那隻神比達就是殺雀 當發動必殺技的時候 瞬間提升攻擊力 就一眼打完人家 那就到Larga S 就少少助攻而已 好了 再下面 下面那隻 忍者就是防守的卡 因為他的必殺技 是可以令到人家 有封必的效果 而維斯又是一張助攻 亦都是一張防守的卡 防守防守在於 因為他 都算高防 以及他的隱藏技能 是可以有回復的效果 即是等同於你 先斗仔加上天 亦都是只可以用4次 如果加上維斯 有隱藏技能 即是你前頭有5 可以回復 全HP有5次的機會 好 說了那麼久 我們儘管玩一下這一隊 我們打 打比特仔吧 我們試試 15 好了 因為我不是克里屬性 那他打到我那邊 應該是超重傷的 我們儘管試試看 可以不可以了 基本上就 沒什麼問題 但要小心一點 一如二 我們要先拿點氣力 看看有沒有氣力才能有 下一個2 再下一個2 再下一個1 再下一個2 好了 現在就開始了 好了 就等一隻比特仔 一開始我們不可以想太多了 封必的了 他用個Bissar結打過來 我不死都會死掉了 可以 然後呢 我們就再用 比特的加力炮 但是呢 有個危機的 因為其實他的攻擊力超級高 我會打小龍下去 現在我不是克里屬性的狀態下 其實打過來就有點危機 然後維斯就 隨便燒一燒 好了 忍者封你必殺技 手裡劍 丟 封必先 好了 封了必 好 15000 那就不用怕他住了 加力炮 好 好 那現在呢 好 那現在呢 那現在呢 我們先來 我們... 這樣 這樣 我們還有一隻 我們這個小龍是有兩天加一防的 所以應該定得順 不可以用甲比達擋 因為有去殺甲比達 所以用甲比達擋會大件事 所以用神比達擋 應該擋得住 萬六 好了 又是封必的時間 封 然後呢 就這樣 這樣 然後呢 回一回血 平線我不用打那麼辛苦 因為完全沒有黑屬性 這樣就變得更好 好了 先鋒必 當然 如果打力屬性的隊伍 就超級簡單 很難的 很難的 因為現在 不是黑屬性 變成打他 再射 按著 玩完 但基本上都可以的 好了 完成了 好 好 那 這就是我的 現在最常用的 速屬性隊伍 我們再看一次 好了 今天的影片 就到尾聲了 喜歡的話 就給我一個讚 記得最重要 就是訂閱我 下一條影片 就是 一隻屬性 就是力屬性 那就 說完 就應該可以了 那就 都是那句 現在這些 就是純色隊 我平時拼開 用來玩的 普通的關卡 如果要打超激戰 也是要因應 那個超激戰 那個 有什麼技能 從而去拼 那 今天少少的 分享 那 喜歡的影片 記得 真的要給我一個讚 最重要是訂閱我 好了 那下次回來 我們看看最後一條 力屬性的影片 如何去拼 好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再見 拜拜 好